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松仔, 乱这样说》 之前我讲过关于买新楼的潜在的五个风险 或者一些地产商不会告诉你的咪咪 很多人有一些意见 认为我是因为不想那么多人买新楼 因为每个买新楼没人找我二手楼 所以我当然这么说, 不想大家买新楼 每个买新楼没人找我 我为了告诉你这个误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 首先很多人找我买新楼 第二就是买二手楼 是一样有一些咪咪是发展商 或者是地产经纪 他卖给你的时候是不会给你提及 我这一集就告诉你 有些什么潜在隐藏的东西他不提及 但是你是需要知道的 事不宜遲, 我们马上去看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松仔仔 又是我松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 你是松仔仔仔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频道是说什么的? 我记得经常都是暖的 那这个频道是叫松仔暖的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少这么暖的就认真一点 同时医院都是二年来的 那又是呀 我很怕没饭口吃的 第一件事就是 买二手楼的时候 通常都会涉及很多的证证 比如一些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EPC Rating Window Certificate Gast Certificate Boiler Service History Extension Extension的Planning Permission Building Regulation Installation有没有Properly Done 很多很多这类型的Certificate 通常在你看楼的时候 或者你再问Agent 打回去Office问的时候 他通常都会告诉你 有的 齐了 业主告诉我有的 业主说他会提供的 业主说这些东西 他全部都跟着程序做 但是大家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 留意他是说 业主说是会跟着程序来做 业主说当时是有跟着程序来做 他其实就是告诉你听 他assume那些文件是全部齐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听 你可以assume 这些文件基本上全部都不存在的 最common的例子就是这个 Gast Certificate 和Electricity Certificate 因为英国的法例里面 除非你把房子出租 否则你是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责任 一定要提供 这个Gast 和Electricity Certificate 那怎样呢 没有东西的 他在买的时候就找个人来做一做 就是一路买一路做 一路买一路做 给8-90磅而已 是 其实那张书的意义不大 因为他只是告诉你听 当时那家屋的保温程度是多少 政府规定要的 一般来说 这家屋的二手楼来说 就是大概是D至E的 如果你去到G、H 那就很恐怖了 那些就一定是不合格的 Single Glaze 或者是里面有些事的 但是你看得出的 你不会看不出的 如果你去到G、H 那些 你不会 那些东西 挺好 很乱 你不会的 OK 你进去你会感受到的 另外就是 所以很普通 这些Electricity和Gast Certificate 它们都是没有提供的 所以你买楼的时候 你就算去做Surveys Surveyor 你应该要问他 obtain这些东西 那我可以告诉你 基本上大致上 你买二手楼的时候 你都不会得到这些Cert 你可以问他拿 但这个就是 Depend on供求问题 就像现在这么热的楼市 那个买家就觉得你太烦了 他就说我没必要 要去Entertain你 那不如你这么多Gi 我买给别人算 Next 所以一般来说 都是进去的时候 都建议买家 住了进去之后 第一时间找人查一下电 找人查一下你的Gast 尤其是旧那些 譬如你说 十年八载那些 我觉得是OK的 没什么必要 要查的 如果正常运作 所有东西都可以的 就不需要 不需要特别要去检查 但如果你说比较旧的楼 三四十年楼零 六七十年楼零 那你就要衡量 你自己是不是需要 去拿回这些楼 那另外就是 但是最重要的 譬如是做一些extension 或者是一些 building work 改间格之类 大部分时间 他都拿不出 building regulation 的certificate出来的 也都拿不出 planning permission 那个permission出来的 那个原因就是 他们建议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 在一些比较前期的时间 可能90年代 80年代 根本在那时候 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没有data base 是不需要做这些东西的 或者他是 过了被人challenge的period 那就没有人再challenge他 那他就 我自己住算了 我又没有再obtain了 那这些情况之下 就要问一下律师的意见 他觉得 不需要买回endemifying insurance 去保障你自己 所以在买二手楼那里 关于这些certificate里面 大家要 就是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通常 一般来说 他都没得提供的 有是bonus 没有是common 第二样就是 大家买二手楼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 在看楼的时间 是不会很经常察觉到 但是其实基本上 买二手楼都会发生的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去看一间屋 觉得一间屋 好像挺骨子 地毕多漂亮 油游得挺好 没什么披口 没什么裂痕 没什么水痕 就是大家看我的影片 你都看惯了 你都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那间屋 本身那些墙身 是挂了很多画在这里 或者他将电视箱上墙 那大家就要留意 就要准备了 就是当他离开的时候 这些墙身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个的钉洞 会出现很多 那个电视架格挂了上去之后的痕迹 那其实在没了那些挂画 没了那些钓色的情况下 那些墙身看上去 就可能会比较噁心一些 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维修费用 就是要弄平一些墙 有一些油 尤其是那些灯色 或者那些窗帘棍 它们很多时候都会拆走的 但是因为它本身在这里的时候 你不觉得有问题的 你觉得窗帘你不会pay attention to it 你也不知道它会拆走的 但是很多时候 它拆走力都没有去负 就是二手楼和新楼不同 新楼不能说它有东西装在这里 然后它突然拆走 那发展商要将它还原的 二手楼其实是不需要的 是没有法例规定这些东西 一定要还原的 因为只要它给你那间屋 是一间屋 结构上面sound的时候 基本上它是可以去拆那些东西 而是你没有办法challenge它 但是很经常性 这类型这样的东西 有机会都是会拆除的 所以大家买二手楼的时候 就算它是很干净 内装很英俊 觉得没什么要搞的 那你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有机会这些墙身 这些天花 你都要拆一拆它 第三样就是那个卖家的situation 很多时候我们买一层楼的时候 我们都会问个业主 或者问那个agent 代表业主agent 你那个买家的买楼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找到楼没有 他是不是有地方settle 很多时候呢 那个卖家呢 为了是可以能够快点卖出家屋 或者令它吸引买家买呢 他会某程度上将他的事实 就夸大了一点来说 甚至乎他说出来的那个故事呢 就不是事实的全部 或者甚至乎不是事实 都有机会的 因为法例是没有规定业主 不可以改变他的状况的嘛 因为他可以说 我呢 就卖楼的时候呢 我不用买其他东西的 我是no chain的 又或者呢 我是会搬去和谁那边住 又或者呢 我是已经有准备的了 我是要downsize房子 我的子女搬出去 很方便 很简单 很简易就可以搞定了 两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很多时候呢 那些买家都有机会说这些话 或者是他这样说给agent听 有agent告诉你 那你就照单传收的了 是吧 因为你没有理由去质疑他的嘛 就算你质疑他 都没用的 你都不会得到第二个故事的 所以我现在这个部分就告诉你 你有机会 他告诉你他的situation 并非事实的全部 因为我也都遇过好几次 第二经验就是买买一下 那个卖家说他因为家里有些私人问题 那些子女搬了回来住 那他就不能够再搬屋了 所以他就不卖那间屋了 也都试过呢 他说是离婚的 但是呢 很急赶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不来 很急赶买一屋楼 我们下了offer 我们都考虑得很重要 然后回来我收回一屋楼不买了 因为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离婚了 没有钱离婚 经过假期之后 好回的 看完爱情片的 没事的 那就恭喜他了 那也都试过呢 买了一层楼 就是跟他下了offer 他也接受了offer 但是呢 等了很久很久 他都 他都没找到楼 就是呢 他拿着你的offer去shopping 你明不明啊 这个最痛苦的地方 大哥 你说你已经有目标 你找到的 跟着你去买 那没问题啊 你不是的 你拿着我的offer 去shopping其他屋 那这个呢 就有点点 那你shopping一会儿都不要紧的 那你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大哥 我试过有个足处 是shopping了两三个月 都没shopping到 怎么这么快 摆盘出来 那这些 那这些呢 就真的很麻烦的 就是你是 你expect不到 什么时候可以成交 整天都有些客人问我 一来就offer except过 那天就问我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成交 我是回答你不了的 因为呢 这个阶段是没办法控制的 首先我们最紧要 就是解决了 你买那层楼 他有人去买 再去买那层楼 就是onward那里 是完结的了 没有人再 再要等买其他楼 或者是要怎么样 等够钱去做其他什么 这样 最好就是 他卖完给你 就算是没有银 或者是他去买一层新楼 或者他买一层楼 每个人去买一层新楼 那都叫做一个complete chain 那你只有一个complete的chain 那通常这件事呢 都会容易搞很多的 但是未 complete的时候呢 你就很难估计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 complete到 但是呢 你又没有办法去judge 他究竟说的是真的假 又或者其实他本身是真的有下了offer 是 except了他真的买到 所以英国买二层楼的时候呢 这里呢 就会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呢 大家在买之前是有个心理准备 不一定是这么顺利 可以两三个月搞定 有机会呢 因为这些原因呢 而drag on到可能四五个月 五六个月都不出奇 好了 第四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fixture and fittings 就是你那间屋呢 有什么会留下啊 有什么会拿走啊 大家呢 买二手楼的时候呢 刚才我第一个讲的 第一个第二个讲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如果那些画啊 或者那些电视拿走呢 你会见到墙身比较难一点点啊 或者钉洞那些 那就是呢 其实英国买二手楼呢 很多时候呢 他会拿走什么呢 大家可以有个概念的 就是呢 凡是离得开那间屋 就是就这样搬得走的东西 那他都理论上呢 一般来说都会搬走的 凡是固定了在一间屋里 很难才拆得走的东西呢 一般正常来说都不会拆走的 那但是凡事当然有例外的 有一些某一些 比较沽寒一点点的一些业主呢 他譬如 最简单啦 他那些灯色呢 就通常会拆了它变成灯弹的 嗯 那我自己都会的 例如我自己买一些很漂亮的灯色 几百磅的灯 我不会留给下一手的灯 我就会将它拆掉去 换回那盏Panda Light给他 嗯 那这个是很common practice来的 是的 第二呢就是那些窗帘 和窗帘棍 嗯 第三呢就是一些雪柜啦 洗衣机啦 干衣机啦 那这类型的东西呢 很大机会他都会拿走 但是呢 有时半个又不是很旧又不是很新的时候呢 他就会offer呢 留给你 就不过呢 问你收回一些钱这样的 譬如有些可能CCTV啊 有些电视机啊 就是那些现在不值钱的电视机 但是当年可能他买五六百磅 但是他又想去新屋买过一部新的 所以他就想留回旧那部给你 但是又想问你收多二百磅这样 是的 就是那个心路历程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 你会有很多时候 你会遇到一些 业主就会跟你negotiate这些price 那就depend on 他你好没财啦 那我试过什么都试过 OK 试过地毡都说要拆掉的 又有 也试过电视机啊 红酒杯啊 冷气机啊 什么都留下的油油 我一个最夸张的是留买 这个电动梳化 就是那些electrical的recliner 对了 留projector 两对坐地喇叭 那个超夸张 另外有一个都是的 留了两套electrical的recliner 超阔佬 全屋家司 全屋的电器 齐了 进去走去住得 那些就 可能一来 就可能买的时候 价钱比较贵 有些可能真的 那个业主好人 negotiate 有些可能 我业主的情况 可能他可能是 业主离开这个 离开国家 或者他是 他是 离婚啊 或者他 他根本不需要那些东西啊 就是 很depend on 那个业主本身 自己的情况的 那所以这个 也是倒你命水了 很难说的 不是说你买贵楼 他会留给你 买便宜楼就一定拿走的 不是的 我试过买便宜楼 留给你买贵楼 拿走 都有的 真的好看你命水的 这件事 那如果是 譬如抽油烟机啊 焗炉啊 炉头啊 这些一般来说 都拿不走的 除非你说呢 他那个炉头 是整个插进去 整个拔得出来的那些呢 我都见过人拿走的 但是都不常见 凡是你煮食用的那些呢 他不会整个洗手盆拿走 不会整个座次拿走 我真的没见过 对了 花灑头拿走 我都没见过 OK 就是我收了这么多层楼 我都没见过这么夸张 咦 没有了个洗澡缸啊 花圆的shed 都能拿走的 都能拿走的吗 都有人拿走 吊走啊 试过有人拿走 但是大部分时间呢 就是比如留下的东西呢 就不会的 地板不会撬起去拿走 但是呢 我也都试过呢 收一间屋呢 是将床在这里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地板 但是拿走了将床之后呢 中间有个洞的 那都有 中间有几块地板 那那个洞呢 它没有铺到 还是整完座 它似乎是没有铺到中间那一块 都有的 就是我都试过这样的情况 那就真的是五花八门 什么类型的东西都有 那这个就跟买新楼就有很大分别了 因为买新楼 你预测到它有些什么 没有些什么 是吧 它错了些什么 不是有得抓狗嘛 有得叫它回来 麻烦你搞定些什么 但是你买二手楼就没有了 就是你是怎样就是怎样 他说你要追究 是不是不行呢 不是不行 有问题是你会花费庞大的精神时间 还可能要involve my律师 那其实就 那个机会就很渺茫的 但是大家是会reasonable 我就 so far没试过很ridiculous的 就是你说整个七油烟机 用你拆走它 整个 整个浴缸用你弄走它 这些就没可能的 整个radiator是搬走的 都没试过的 那我so far没见过这么离谱的 但是一般来说 都肯定有些东西会拆走了 就可能会破坏了 个墙的本身 又或者是 你不期望它拆走的 它有机会都会拆走 我现在就是告诉你 有些什么commonly 它是会拿走的 最常见就是那些white goods 还有那些灯色 还有那些窗帘 那些窗帘棍那类东西 另外呢 买二手楼呢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都比较 比较少人去拆却 而且比较难去发现的 就是本身那间屋 和那些邻居之间 会不会有 不好的关系 有没有牙齿印 那这些你没办法知道 希望你新地新猪肉来到 就不会有一个 有一个坏的印象 但是很难说的 你不知道旁边的屋 和它不会是细手 之前可能吵架 吵到面同意义 报警你都不会知道的 也都有机会 就是上一手可能欠很多人的钱 我试过的 我试过买了一层楼 就买完回来之后 就不断有人传信来追溯 也试过有人亲身到场追溯 不过他是追不到的 因为英国是没得淋红柚的 OK at least我没听过人追溯淋红柚 可能我孤陋寡闻 但是总之你不淋红柚 就一定不犯法的 追溯呢 他有一个既定的程序要做的 就好像类似于香港那样 执达你 就是他要给出事的牌给你看 他进来告诉你 你是坏些什么 你欠多少钱 你再不给就拿走你的东西 他要来几次的 但是他是对人 不对物业的 就是他是要找对那个人 他才可以有权收他的东西 那个物业如果不是属于他的 他不能够拿走里面任何东西 所以大家不需要害怕 可以直接跟他说 你给一些证明去看 根本就不是 你就不是他 他不是你 那你就可以解决的了 不过也会构成某一程度上的滋扰 但是这些你就没办法会知道的 就是你通常收了楼之后 你见到一些信 你又不可以开他的 其实老实说 法例规定你是不能够开别人的信 不过有些都会有些信息的 譬如有些是红色里面 又或者是写着什么attention do not fall away 这类的东西 这类的东西 他不会说你欠人的钱 但是肯定就不会说好东西了 有些这样的信 有些疯狂声 收到三四十封 那你就知道他多数那些都是 可能欠了一些钱 那你的唯一的做法 你就是拿着这笔信 就全部写着你这个人已经不在那里住了 是啊 一次我拿去post office那里 就找个职员跟他说 要记回头 但回走 从此这个人 send a信 都不要再send a信 你家里 你尝试跟他解释了这一样东西 那大致上来说 他都不会说真的去到你家里追债的 我试过 见过一次 见过一次 那我跟他说 现在我已经转了手了 你有个proof给他看 已经转了手了 那他就没有再骚扰过那家里了 但是呢 你不能够排除有这样的事发生 新楼就比较难些 新楼个个都是新地新猪肉 个个一起进去 柴娃娃 全部都是新人 就很少说会职院 你这么快 是的 你的地址不会被人blacklist过 不会说有些追债 有些任何隐藏性的项目 是追紧这个业主 你不会有这些东西 新楼通常一般就会比较干净 所以二手楼买的时候 有机会你进去 会遇到这一类型的风险 第六样 最后一样就是 你买二手楼的时候 很经常会遇到 就是家里面有些东西 你不知道怎么用 又或者里面有些东西 是 譬如最常见就是 铃铛没了个密码 是 是 又或者那个铃铛 是有一个感觉 是不行的 又或者里面有电视 但是没有遥控的 是的 或者有灯 按原子走上去按 我试过有些灯 有一家屋的灯 是厕所 五颜六色的灯 是 有一个遥控给你 都是五颜六色的 是没有正常的灯 只有红色 绿色 蓝色 我试过这样的问题 他是有那些东西提供给你 是 但是他又提供不完 可能明明是100% 提供了85.6%给你 是 另外那15%要你自己摸索 是 是 又或者你要自己配套一些东西 嗯 也有机会他给了一堆锁匙 你又不知道那条锁匙是有什么用 是的 又或者有盗门是不见那条锁匙 是的 经常都会发生这类型的问题 是的 但是你问回业主 其实业主也不知道那条锁匙在哪 他根本就没有斗过 他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有那堆东西 他就怎么样给你 是的 他找到什么就给你 他 我也不知道 我的桂桶就是这堆东西 是啊 他在我的桂桶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你问office 哈哈哈 他都不清楚 你都不清楚跟我问哪个 大佬 有很多时候会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 这个就是二手楼买回来承受的一个问题 那也没办法的 这个 这个是 是一个nature 这个二手楼 你新楼都更好些 新楼一定条锁匙一定知道是哪条打哪条 是的 二手楼就比较难一点 而且很多时候提供的东西 可能十件 提供了八件 有两件不见了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好了 那我今集的分享到这里了 那无论你是买新楼 买二手楼 你买flat也好 买屋也好 那大家都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一些风险 一些你未必有预计过 但是应该会有很大机会发生的事情 那什么类型的问题都有可能有的 那我的频道就是 希望可以帮大家发掘多些这些问题 那在大家遇到之前 你至少打定底 知道会发生什么 譬如我知道我今天要吃的东西很辣 但是有多辣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有多厉害呢 那怎会难银快 那会很逗 它很滑 引擎很慢 车很亏 我都希望可以在你买楼的路途上 给你一些心理准备 那让你在英国真的实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不会太过意外 不会太过惊讶 就是会发生什么 哦 其实松仔说过了 是这样的 英国 我经常遇到这些comment 那希望呢 我今集的内容和分享 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是的 出片 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